为了加强社区防灾量能 113年花莲县强任台湾大规模风灾 赠灾准备计协作计划 防灾室培训课程浅安场 这个星期假日举行 有来自社区发展协会 环保志工团队 寻手队的志工 也有村长退休的老师 油务员 救服员 烘焙师 家庭主妇等 大家怀抱热忱 服务精神 一致目标增强专业防灾救能知识 113年花莲县强任台湾大规模风灾 赠灾准备计协作计划 防灾室培训课程 委托东华大学团队 在乡镇社区协助培训专业的防灾人员 今年目标要培训200位的防灾室 要在社区当中成为防救灾的尖兵 那我们内政部 今天推特的防灾室 我们会经过专业的老师授课 然后还有经过学科数课测验 我们会给他一些证照 那我们的防灾室 它主要的就是要做这个 自救跟护救的部分 所以说在自救部分 它会有一些基本的 紧急的救护 CPR 然后AED的这些操作 那另外呢 因为防灾室 它主要在推动的地方 是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那同时呢 我们花莲目前已经有推动了六个任性社区 那我们防灾室就是在这个社区 任性社区里面 有一个重要角色 它可能是干部 可能是会带一些小队长 组长之类的 带领我们的社区 做一些减灾 或是离灾的一些动作 那平时的话 它也可以在这个 我们任性社区 做一些教育训练的时候 它也可以带领了一些 我们的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 所以说它是一个地区最基层的 这个防灾的一个干部 简安场次培训课程 这个星期六日举行 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 感谢乡亲参与 共同守护家园安全 我们也希望带来 让社区的民众 还有我们的干部 以及防护巡守 跟我们协企民力 一起来共共 在这一次灾防里面的 一个成效的 后续专业的一个推广 我相信守护家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希望把正确的知识 能够延伸到 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好 最好的防护 当有灾害来临之前 我们可以来准备应变 随时做好基景的 这样的一个防护作为 我相信预防重于治疗 在书生身为一个消防的 益销的议员 也希望带来的是 在各个乡镇 在各个村别里面 都能够做好守护的工作 做好随时的一个准备 这是最重要的 也感谢县长的贴心 跟我们消防人员的一个 最专业的传授 花莲县消防局 今年规划北中南区 有四个场次的训练课程 要强化民众自主防灾 专业知能 还有灾时自救和救人能力 也协助人员可以取得 防灾式的资格 报名人员来自社区发展协会 环保志工团体 巡守队志工 也有村里长 退休人员 和各行各业的人士 甚至于是家庭主妇 大家怀抱着热忱服务的精神 一致目标是要增强 专业的防灾救灾知能 借旅会前相报道